嗨,我是Apple 请你们大家留心听清楚以下的安全指引 首先,安全区是指所有游戏区以外的地方 包括你现在坐的休息室、椅堂、洗手间和楼梯等等 在安全范围内,不可以装上弹夹或者使枪,绝无例外 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保安理由 所有液体和粉剂都不可以带进来 而含有酒精成份的饮饮也不可以 如果你带进来,现在就应该交给我们的职员保管 到你离开时就会交给你 你可能还得很开心,非常享受我们的服务 不过,请不要太过忘形,控制你的音量 不要骚扰到旁边的其他客人 游戏区入口后面就是战区了 一进去就随时被人射中,包括楼弹 最严重可能会被人射盲眼 所以进去之前一定要戴好眼罩 厌在进去才戴 而在战区里面,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可以脱的 直接到你回到安全区范围才可以脱下 当你拿起枪之后,游戏未开始 记得枪嘴要向下,不要指向任何人 在未瞄准目标射击之前,记得不要放手指落扣鸡 直至你瞄准目标,要射击那一刻才放手指落扣鸡 离开战区之前,要记得这三个步骤 脱甲,清枪,锁枪 现在你可以离开战区了 我们场地只接受不超过1.4招耳的自攜玩具枪 和使用塑胶BB弹,其余物料做的BB弹是严禁使用的 场地亦都可以使用爆声或者入BB弹的手榴弹 但绝对不可以加入任何液体化粉剂 如果你带了任何违法物品,你必须要立即离开 当你躲在掩护物后面射击 就记得不可以撩枪 为了公平和安全 射击的一刻,你必须要直接见到你的射击目标 否则就有机会拨到人 甚至撩起了别人的面罩,还会射盲人 我们来玩,最紧要开心 所以大家要仁慈一点,不要太残忍 太近开枪就伤和气了 我们场地建议两米以来不要开枪 如果大家在两米以来正面相遇 一起当中了,死回出去了 当你去到敌人背后,又是很近的话 你有两个方法 令他含笑而死的 要么就指着他叫Bingo 要么就用手轻轻地,温柔地拍他的肩膀 这样他就毫无痛楚地死了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对安全守则 和游戏规则有基本的认识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问你们的游戏主任 例如说,如果我中了枪 那应该怎么办呢? 拜拜!